高性价比美食高能来袭 8.8折 7.8折 5.8折 6大块的鹅肉 还有蔬菜 还有鸡蛋 30块钱都不到啊 菜品让你惊喜不断 我真的很少见到这种粉红色的鸭肉 这个确定只是焦头吗 这个就是一份小龙虾的这个量 为什么这鸭宝里面要用到分变呢 分量十足的同时 质量也有保证 淘醋的卤鹅 用的都是正宗的淘酸丝头鹅 每天这个汤的话 我们会用到单四十斤的牛鬼 All right 大家好 我是葛小倩 上海做鲁鹅的店 大大小小有300多家 想要从这么多店当中脱颖而出呢 肯定是有点困难的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了这家店 在徐汇区开业短短三个月就收获了 如此高的人气 想必他们肯定是有点绝招的 对不对 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这家开在徐家会附近的鹅肉饭 工作日的午饰 不仅堂食坐午休息 门口还在大排长龙 开业短短三个月 就能收获如此多的人气 没点真功夫还真不行 而且来的不仅有附近的上班族 还有董金的阿易亚松 能得到大家认可的原因就是 作为工作餐的话 我应该会常来这边 我觉得挺好的 性价比也挺高的 这个米饭饮料都可以免费去 吃饱是没有问题的 这家店每天中午都是排队的 性价比非常好 在这么物价那么高的地方 核心城区 这个消费不高 大众都能接受 所以大家是用脚投票 排队排了很久 都说他们家的性价比很高 接下来就是猜价格的时候了 大家一起来猜猜 我们面前的这碗 这么大份的鹅肉饭要多少钱 这里面我刚数了一下 六大块的鹅肉 还有蔬菜 还有鸡蛋 荤素已经帮大家搭配好了 大家觉得要多少钱呢 50 我说我叫60 50对吧 这边说60 其实都不要 这么一大碗的鹅肉饭 只需要29块钱 30块钱都不到哦 当然 如果你还觉得性价比 还不够高的话 那就来看看这些 卤水畅吃 茶水畅饮 米饭管购 调料自助 就连胃口大的人 在这里也绝对能够管保 你看老板 我们这个性价比 肯定是有了的 性价比超高 但是我想说 这么便宜的价格 这么大一份鹅肉饭的话 那这个品质会不会 这个你放心 潮州的卤鹅 用的都是潮汕 湿头鹅 我们每天要 三四百斤的鹅 为了保证品质新鲜 我们每日现卤 绝不隔夜 六点钟以后 就开始做打折 六点钟是八点八折 七点钟是七点八折 八点钟是五点八折 所以我们用的鹅 都是从潮汕 沉海来的湿头鹅 每只鹅 要一百二十天以上 十五斤左右 当然了 卤味好不好吃 除了鹅好 卤水也很关键 湿头鹅可以说 是卤水的载体 而卤料 才是潮汕卤味的精华所在 卤水里用到的 二十几种香料理 除了普通的八角 茴香香叶之外 还有这个香味更浓 去腥效果更好的南姜 当然 最不可或缺的香料 就是它了 这个是肉桂 这个是肉桂 这么大的吗 越南产地 你刚刚拿上来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侧面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地毯一样 就大家可以铺开来的 拿出来好重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潮汕的卤 要用到越南产的肉桂呢 正宗潮卤都是用越南肉桂 所有做卤水香料的师傅都知道的 用这个肉桂煮出来的卤水是香味更浓 卤水更纯 当然卤的时候也很讲究 卤的过程中 要时刻注意火候和翻动鹅 不停转动着钩子 多次进行吊汤 淋卤汁 凉挂收汁等工序 控制不同部位的卤煮时间 才能保证卤鹅的外表颜色鲜亮 内部吸乳全部精华 咸香入味 卤三个小时后出锅 卤出来的鹅肉质紧实 汁水饱满 这个乳真的是看到我要流口水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看起来就是这种油光赠亮的 它上面满满的都是这个汁水 有这个乳汁 还有这个鹅肉的汁水混在一起 超级嫩 你看它十大十大 这么厚实的一块肉 稍格一点都不馋 你看它这个汁水超级好 又香又嫩 这么一个大口晒 你就会觉得人生满足了 这样一下来的话 这一碗饭马上就会被烧灭掉 卤捕头大碗鹅肉饭 分量超级足的潮州卤鹅饭 一碗吃到饱 下一家店我们要去 亮亮 我们还要去探店呢 你怎么看起书来了呢 哎呀不要着急嘛 你看古话说得好 书中是有黄金屋 我们接下来要找到这家店 就跟这本书的名字是一样的 夏日高兴假比美食 亲爱的见字如面 这家一眼看上去像是咖啡馆 但其实是实打实的面馆 老板希望自己的店 能够和亲爱的见字如面 这本书内容一样 充满着爱与温暖 所以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你可以看出店里的装修 处处都显示出了老板的小心思 因为是年轻人创业开店 所以把年轻人喜欢的面和口味 都集中到了一起 而现在应计推出的 就是小龙虾拌面了 这个确定只是焦头吗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一份 这个小龙虾的这个量 对 而且全部都是剥好了的 这个作为焦头的话 就是我们吃的时候 把它倒在面上 对不对 我们现场来倒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一大份全部倒上来 看得没有很满足的感觉 而且这份小龙虾 绝对是烧得非常入味的 你看倒进去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面就已经完全盖住了 分量是有了 质量同样也有保证 虽然只是一碗 简单的小龙虾拌面 但是制作过程 一点也不马虎 首先就是挑虾和清洗了 鲜活的小龙虾 到店后还要进行精挑细选 每只小龙虾 只有清洗到这样子 才能进行下一步 我们现在是在洗虾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边是已经洗好了的吗 这边不是 这边它个头太小 而且不太很薄落 我们不要它的 怎么把它扔掉的 不要的 对 你们每天不要的虾 就有这么多 对对对 因为说毕竟质量不一样嘛 对吧 要做脱落的嘛 就比顾客吃了 对 而且每天这样刷的话 要洗几遍啊 要洗两遍 这是第一遍 然后这是第二遍 才会第二遍 对对对 你看 它其实洗完第一遍的时候 已经看起来很干净了 对吧 但是待会还会再洗第二遍 烫的时候也很讲究 加入料酒去腥入味 第三步就是剥虾了 剥的时候 阿姨也很仔细 每一根虾线都要挑出 剥完之后的小龙虾 用大火炒熟 收汁 出锅 一气喝成 这样一份诚意满满的 小龙虾拌面 只要48元哦 来我们配着这个小龙虾 来一起吃 好好吃哦 而且你别看 它里面放了很多的 这个红辣椒 热青辣椒 但是它其实是微辣的 对 它偏甜口 对 偏甜口的 就是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这种甜口 你回味的时候 满嘴都是这种小龙虾的鲜味 而且这个小龙虾 吃到嘴里真的是因为新鲜 所以它是很Q弹 肉质很Q弹的感觉 我经常来这边吃这个龙虾面 这个龙虾面真的很好吃 因为它很方便你知道吗 都都很剥好 因为平时我觉得龙虾 小龙虾剥起来特别麻烦 所以它都剥好了 它吃起来很方便 因为它的那个量比较多嘛 然后又是阿姨自己活虾嘛 自己手剥出来的 亲爱的剑子油面 48一碗的小龙虾拌面 让你实现小龙虾自由 欣语啊 你这吃饭的坐姿 也太不雅观了吧 哎呀 你这就不知道了嘛 有些美食啊 它是以这个食材命名的 有些美食呢 它是以这个做法命名的 但是我手上这个翘翘牛肉啊 就是以这个食客的食项来命名的 所以翘翘牛肉 肯定要翘着脚吃咯 再说了 有些人为了吃这个翘翘牛肉啊 等个三四个小时啊 那是家常便饭呢 夏日高性价比美食 田村古时乐山翘脚牛肉 翘脚牛肉起源于 四川乐山苏鸡镇 而且还是乐山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在乐山毫不夸张地说 一条街上相隔不远 就是一家翘脚牛肉店 所以在乐山 翘脚牛肉是性价比很高的美食 这家店的老板 就是来自翘脚牛肉的起源地 乐山苏鸡 老板不仅把传承了三代的配方 带来了上海 更是把高性价比也带来了上海 哎呀我们就来看看 这家的性价比怎么样 首先呢我现在点的是一个小锅 光是这个小锅就已经不小了吧 看看这里面啊 满满都是牛肉啊 而且不仅是牛肉 还有牛的各个部位 真的是满满一锅对不对 重中之重 是这个锅只要五十八元 我现在呢还点了一些 它可以放在里面的这些涮料啊 比如说鲜牛肉 毛肚 牛舌 还有腰片都是我点的每一份 只要十八元 最贵的其实到这边也就二十二元了 所以我这一锅下来 只要多少钱呢 我来给你算一下 这一个小锅五十八元 加的四个涮品都是十八元 所以这一桌足够两个人吃的菜品 只要一百三十元 人均只要六十五元 就能让你牛肉吃到饱了 既然便宜 那我就要尝尝这个牛肉到底好不好吃 尝尝看啊 这个牛肉其实真的有超乎我的预料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说实话哦 你看到这种白白的牛肉 我第一反应觉得它可能是很老 但是没想到 非常地嫩 非常地滑 很可好吃 我听说这个汤也是非常地鲜美的 我来尝一下 这个汤真的好鲜美啊 翘角牛肉的口感好 是因为牛肉选用的是 比其他部位更加嫩口的 黄瓜条部位 也就是牛后豚肉 黄瓜条产量极少 每头成年牛身上 只能产三到五公斤左右 所以也被称为黄金肉 上桌前 先用高汤把牛肉涮熟 再放入锅中 这个高汤可是大有讲究 我们这个汤的话 我们是要用到牛大骨 然后包括八角呀 山奈呀 桂皮呀 五草果这些 很多种香料 然后通过这些香料 我们把它磨成粉 然后磨成粉以后 按照我们的特制的一个比例 和这个牛骨一起熬 我们每天这个汤的话 我们会用到大约三四十斤的牛骨 要熬出两百斤的这个汤 熬至四个小时以上 我们才会呈现给客人 我私穿的 然后来吃一下 感觉还是蛮好的 然后性价比也挺好 在成都吃的话 就是这个比较正宗的味道 今天听到那个 就是这里一个敲敲牛肉 我那个朋友就把我带过来 我感觉这里的东西真的可以 那个烙山去过 吃过那个敲敲牛肉 这口感差不多 还有在外面很少能吃到的火爆系列 比如火爆牛肝 火爆毛毒等 大火快炒 放料十足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我现在在庆安寺商圈 这附近有三个大商场 大大小小的餐厅那就是更不用说了 但是有一家店 这不管是武士还是晚士 永远都是大牌昌龙的 就是这家店啦 我现在去拿个号 看看我前面有几个人 你好 给我个号 我的妈呀 现在可是工作日的中午啊 我现在前面竟然还有八个 真的太夸张了吧 夏日高性价比美食 梅清红楼小宴 这家开在静安寺地段的 梅清红楼小宴 装修灵感来源于红楼梦 以桃色和红楼作为主基调 整体的装修古色古香 看着环境就知道 能吸引不少阿姨妈妈 和古风小姐姐前来拍照打卡了 除了环境 吸引大家前来的 更是他们家正宗的杭帮味了 来吃杭帮菜呢 肯定是少不了西湖醋鱼啊 油霸虾这样的菜 但是在这里呢 不仅有传统的杭帮菜 还有特色杭帮菜 比如上这个呢 就是秘制烤类排 这里呢还有梅清牛杂宝 在这里这么舒适的环境下 再悠悠闲闲地喝一杯 林安小米尿 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 但是啊 我据说 在这家店呢 有一个必吃菜 而且呢 是如果你来晚了 就吃不到的 我真的是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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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呢 竟然是鸭宝 这不是应该冬天才应该吃的吗 夏天是这个 会不会太热了呀 星宇啊 谁说热气腾腾的鸭宝 只有在冬天才能吃呢 在这家店 反而还是夏天卖得更好 甚至还是抢着点的一道菜 这个鸭宝的话 其实它很难点的 然后每次过来 我们都会点这个 就是真正的一个杭州味道 想念家乡的味道的时候 然后我就拉着他们几个一起来 排这家店来吃这个老鸭宝 就是看到它上面 其实没有漂什么油的 感觉挺滋补的 然后但是还很清淡 所以就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口味 既然食客们评价都那么高 所以我一定要来尝一尝了 看看到底有没有 他们说的那么好 这个汤好白哟 你看 白白细细的汤 我来尝一下 这个汤真的好鲜哦 它是属于那种鲜而不咸 这种味道刚刚好 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个汤会很密的 但是完全没有 重点是你看这个肉 酥酥嫩嫩到筷子一夹 全部都掉下来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这种鸭子它是属于那种 一点都不腻 而且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 入口即化 真的完全没有腻的感觉 大厨我刚喝这个汤 为什么会这么的清爽 一点都不油腻呢 杭州鸭把这道菜是杭州的一个传统名菜 然后其实在江南地区就有三辅天吃鸭子的习惯 然后再加上我们选用的这个鸭子 是樱桃骨鸭 然后它是骨式的 所以吃骨物了之后 显示出它的这个鸭肉是粉红色的 然后鲜嫩可口 再配上我们的天木山笋干 加上我们的火腿爪 然后让它的风味更加的独特 然后更加香甜可口 刚才大厨说的就是这道菜的所有原材料了 看到没有 这可是一整只鸭啊 但是为什么这鸭堡里面 饱汤要用到重业呢 这也太奇怪了 重业它本身具有清单味 然后它也是可以去腻 然后极香的一个作用 让我们的鸭堡在三十天喝的时候 不会那么的照流 但是仙上加仙的还有一个秘密 就是这个用笋和鸡骨熬出来高汤了 然后再用小火慢炖三个小时 这样做出来的鸭包 才能汤汁奶白且鲜美 鸭肉酥嫩而不柴 这样一大份的只需要九十八元哦 是不是性价比十足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大家好 下期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哦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这个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啊 这个呢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附上吃喝玩乐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果不可以不能吃 或按正宗最上档式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